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Lessus的RX330 這台車算是RX系列的二代,最早有一個一代的,算是RX300 它全系列算是一個孫生車種 在日本的話它是叫Toyota Harrier 後來的四代我記得好像有做整合 這台是3.3升的NA引擎 它的懸吊系統四輪都是賣花神的懸吊系統 像是Toyota Camry,5代、6代、7代 或者是Tiara,福特的Tiara,還有Toyota Corolla 這些全部都是四輪賣花神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話,因為這台車的公斤 引擎比較重一點點,所以前面我們是配置了8公斤 後面的話,正常來說以這台車的車重 它的後面的彈簧正常來說會配置5公斤 但是這台車的車主要求的話是要舒適 所以我們後面呢,反倒是只有配置4公斤的葫蘆型彈簧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它的整體乘坐感覺 能夠更接近原廠的舒適度 因為它原廠的避電器其實它的主要做得很軟很舒適 好,我們來看一下前面賣花神的懸吊系統 它的,像這個下座的部分呢 其實比一般的長度還要來的長一點點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它的離載串 能夠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好 不用再改強化或者是多化費用改短的離載串 所以它的攪管的長度的話會做得比較長一點點 這個從RX330還有RX350呢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那這個的油管固定架還有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呢 這個跟五代六代的Camry都是一樣的 都是類似這樣的結構設計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台車的上座 這台車的上座它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這個世代的上座 它是有一個特殊的角度 往這個角度有傾斜的 那這個世代是這個樣子 後來的上座反倒是做平的 在最接近的一個 像今年台灣才剛引進的Camry的八代 它的上座也是有做斜度的一個設計 所以這個沒有特殊的用意 就是設計不同 但是我們都有針對這樣的特殊斜度 來做出它應該要有的角度 所以上座的話 前面跟後面上座呢 KT都有附上座 那這台車原廠的避震器 如果損壞的話 到Lazos的原廠要做太換 一台車大概會十萬塊左右 但是到KT的話真的不用花那麼多錢 而且功能性會更多 譬如說這裡的話有一個旋鈕 這個是在調整軟硬的部分 往順時針的話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所以功能性上比原廠多很多很多 除了可以調整軟硬之外 也能夠調整高低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它的整體長度來改變它的車高 所以功能性高 然後日後又可以維修 單價的話大概只有原廠的四分之一 所以也很謝謝很多的RX330 3500的車友 在粉絲團裡面幫我們推薦 像今天來的這位車友 也是因為車友的推薦 才來安裝KT的產品 因為剛好有同行的車友 幫我們在網路上分享 所以車友看到之後呢 就來了解產品 就過來安裝 謝謝大家幫我們推薦分享 因為KT在台灣其實很少在打廣告 都是很需要各位車友 使用覺得不錯之後再多多幫我們分享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彈簧 前面剛剛有提到了 它的是8公斤 而且有特別把它的長度呢 拉長2公分 那拉長2公分的最主要的目的性 就是希望它的作動行程呢 能夠再做得長一點點 簡單來說就是希望更舒適好做 所以它的前面的彈簧是220長 那它的主名油 我們是用意大利IP的主名油 這個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油品 所以它的穩定度 還有整體的表現都相當的穩定 那剛剛提到過的它的前面上座 有一個斜的上座 斜的上座 這裡有一顆指推軸層 這個軸層 這個我們所附的軸層呢 它的軸層是日本KOYO的軸層 所以我們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而且桶生裡面的油封呢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好這邊OK了 前面OK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因為師傅安裝好了 剛剛是在等我直播 剛剛在忙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它原廠已經都前面 這是都前面的 前面兩次都已經漏油漏的蠻嚴重 來順便打個廣告 這個鋁圈呢是炫耀式的鋁圈 這個大概還七八公斤而已 如果配上PS4呢 可以有一個特殊的special的價錢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所以這個是前面兩隻BG都已經損壞了 這個是後面的BG 所以它的前面跟後面的BG的體積都蠻大的 這是前後賣花城的 哈囉 嘉宇大好 這個KT這個禮拜 對這個禮拜的禮拜六 還有禮拜天呢 在烏日的展覽館裡面 我們都有做展示 如果剛好是有中序的車友 或者是其他地區的車友 都很歡迎來參觀 那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一樣是賣花城的 這個可以看到一個Diffenny蘭的上座 可以注意到它的上座 後面的上座也是有特殊的斜度的 所以我們不只有附上座 它針對它的斜度呢 也需要做出專用的斜度 才比較不會有異營的狀況 那後面的彈簧 正常來說 剛好提到了 以車重來說 它應該是要配置5公斤啦 但是我們為了舒適呢 讓它的彈簧 它的彈簧 降低公斤數 所以後面的彈簧公斤數是4公斤 然後它的長度的話是做到250長 所以有做比較長一點點 而且它的外型呢 是做一個燈籠狀 所以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後方的話有一些離載串 還有ABS感應線 最後方在腳管的後方 還有一個油管固定架 這些的話呢 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RX330跟RX350的避震性能不能共用 這個是非常非常多的車主會詢問的問題 剛好我們之前的話 家裡面也有一台RX350 所以這台車跟RX350 它的最大的區別呢 就只有差在後面的螺絲的大小 如果是RX330 它的螺絲孔寬度是15mm的 如果是RX350的話 下一個世代 就是06年大概到11年左右吧 下一個世代的話 它的螺絲孔就變成是17mm的 那正常來說 會做成15mm的大孔 然後如果是RX330再訂個轉接之類的 但是KD的話 我們全部都是做專用規格 這個的話 螺絲孔一樣是15mm的 就RX330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我們做得非常非常細膩 如果有專用的車種別的話 我們都會做專用的規格 後面的話 這種的安裝完畢之後的重點呢 就是需要把這個的齒輪狀托盤 一定要敲緊 不然它會鬆脫 尤其是前面 因為前面的麥花層呢 它不只負責上下 而且還要負責旋轉 我們在轉方向板的時候呢 它還會旋轉 所以會比較有可能會有鬆脫的狀況 那後面的話 阻尼調整 它本來是有一個飾板 我們來看一下左邊 它正常來說會有一個飾板 這個飾板的話 會要把飾板把它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看得到避震器上座 而且上座的話 就是在這三顆螺絲 所以這三顆螺絲的上方呢 這個就是在阻尼調整的 我們用手指頭進去的話 就能夠調整到它的阻尼 所以這個試蓋 調整完畢之後 再把它蓋回去就可以了 這邊 然後再打理馬拍下去 這裡有一個卡榫 它就會蓋進 這台車是RX330 那我們已經安裝完畢了 現在準備要上胎 然後要做入試 車高的部分的話 會比原廠略低個大概兩指幅 一直半到兩指幅左右 因為這台車畢竟是休旅車 所以大多數的車數呢 不會要求要降很低 那輪胎旅程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18吋的235518的規格 好 OK 以上是今天 Lazos RX330的 安裝直播分享 下午的話 如果有空檔的話 下午的安裝廠 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下午的話是 夠福期待吧 OK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所以 如果有同行車的車主的話 有需要試乘呢 中區應該也有辦法借得到 這台車給大家試乘 所以工廠裡面也有其他款的試乘車 有需要的話 再請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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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